你来了 来得好 给本王针酒 陛下让您安静些时日 您还真是安静 天天醉在自己的府里有什么用 晋王离京去震灾 也有大半个月了 外面传的全是赞颂之语 什么上马能战 下马能治 殿下您就真的能听得下去 听不下去又能说话 他跟那个沈椎一天一个调整 全是赈灾的新花样 父皇纵容 门口都在夸他 下面那些东西自然要跟风 全围着静王在拍马屁 我还就不信了 那么大一个肥柴 萧景颜真能做到半点不沾 谁知情则无欲 就算他肖景颜真能做到半点不沾 就算他肖景颜真轻高 还能把所有人的财路都挡了不成 到时候 他杀几个人 再撤几个人 最多管得了一时 他能管得长久吗 不管他是怎么做到的 不管他是怎么做到的 也不管他是否能得长久 但目前他已经控制住了局面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难道殿下还不赶紧想个法子反击吗 怎么反击 你教教我 怎么反击 别管在府里这几天 别管在府里这几天 我好好盘算了一遍 手上能用的人 突然发现朝廷六部之中 竟然已经没有人肯听命于我 神锥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 刑部的菜权 更是当面跟我作对 不认识 忠书令柳城 那就是个霍悉尼的老狐狸 于是抬看这风向 现在什么也不说了 剩下个大理寺能顶什么用 这样的情势之下 我弹何反击 得麒麟才子者 可得天下 狼牙阁还真是所言不虚呢 去年秋天 江左梅郎刚刚入京时 殿下您是什么情形 靖王是什么情形 现在一年多过去了 到底是谁得了麒麟才子 这不是一目了然吗 这不是一目了 殿下 难道您从来就没有起过疑心吗 靖元奉亲王的时候 我就觉得不对劲了 但是 毕竟梅长苏立了不少功劳 曾经替我铲除了谢玉 这个一品军侯 扒掉了我眼中之词 梅长苏铲除了谢玉 真的是为了殿下您吗 那最后巡防 已经落在了谁的手里 殿下 您不要再心存幻想了 我可以确认的是 靖王已经得到了梅长苏 事到如今 殿下还需要我拿出证据来吗 说起来这位梅宗主还真是了不得 有决断 敢选人也会调教 当时 殿下和太子皆是如日中天 可她偏偏就敢选中了 被放逐多年的靖王 若无她的框中 萧锦衍几时才能 挣到如今的帝位 现在宫中的局势也变了 岳贵妃失势 靖妃尚尾 她闷声不响的这些年 皇后娘娘何尝把她放在眼里 不料想一招得逝 竟是这般的难对付 是啊 这个靖妃 以前还真是小瞧了她 皇后娘娘软得硬的都是了 可她就像一团棉花一样 压不便 柔不烂 根本无从实力 是我小瞧了这对母子 这对母子 原来以为只是羊 结果却是两只狼 那既然知道是狼 殿下打算如何应对 难道就这么认输吗 当然不会 萧锦衍一招得势 能有什么根基 本王连太子都能扳得到 可真是一种 何愁死不碎她一个五珠亲王 等这趟阵灾的大差事办完 靖王又有了新宫 只怕陛下又会加封 到时再填两颗珠子 靖王可就跟殿下您一模一样 完全比肩了